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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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万万不曾想到的是 赵紫化在18敬9的时候 却被苏伟淘汰了 首先赵紫化的实力是没有质疑的 而之所以会被苏伟淘汰 只能够说明苏伟的实力更强 因此苏伟击败赵紫化进到9强 才是真正的惊喜 除了苏伟 另外一名黑马贾义腾属于谢霆锋战队 虽然贾义腾在前几比赛没有败极 一直以来的表现十分稳定 但由于谢霆锋战队 火力全开 一举击败了李永浩战队的马兴怡 顺利进入到了全国9强 马兴怡虽然缺席了导师对决赛 但是盲雪的时候经验4座获得了3转 其水平也是无由质疑的 而最终被贾义腾击败 只能够说明贾义腾实力更强一些 因此贾义腾也算是9强名单当中 让人惊喜的存在了 不过虽然苏伟和贾义腾是9强名单当中的惊喜 但是由于其战队内还有更强的队友 因此苏伟和贾义腾大概率会在9进5被淘汰 从而无缘总决赛 不过即使苏伟贾义腾进不了总决赛 此次他们在好声音舞台上已经彻底证明了自己 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人气和关注度 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说或许已经足够了 吃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